另外一個是鹿江上面 當初緬甸撤退的時候 大批的難民必須通過會通橋往中國撤 中國撤的時候 中國部隊等於說鹿江上面 會通橋是唯一的屏障 就是必須把日本人獨擋在那個橋上 所以他們在橋上裝了炸彈 阻止日本過來 日本人就化妝成難民 化妝成難民的時候 還混在難民裡頭 要經過會通橋 結果這時候 有當地的一個士生也開個車子 他逆行 難民很多都往那個通了方向 車啊 人拉車啊 他逆行 被當地的部隊主黨說 你不行 你要掉頭 起了衝突了 起了衝突以後 當中人說我士生說 我認識某某大官什麼什麼 就逼他非要掉頭 他掉頭的時候他很粗 又出了車禍 反而把那個路給堵到了 守軍一生氣 把那個抓來槍斃了 當這槍聲一響的時候 正在堵在路上那些 假裝成的那個難民的日本人 一說 哎呦 以為被發現了 就開始攻擊 手機突然受到攻擊的時候 剛開始很驚慌 後來穩定下來後 就認為說不行 必須把橋炸掉 雖然上面全部是難民 還是沒辦法冷痛 把這橋炸掉 把整個日軍堵掌在後面 那日軍呢就說 為了想通過這個橋呢 他們把那個卡車推到江頭 希望能夠讓水平緩一點 就想到做那個划船過去 可是都被衝走 結果他們決定要炸浮橋 那這樣一搞呢 整個部隊 部隊 卡車 坦克 補給 全部都在整個岸邊上 都在等著他們架橋過去 那陳納德收到命令 必須在大批部隊 沒趕到路江對峙之前 必須把這些人 阻擋在路江裡面 所以他派了飛機去炸 炸騰沖 炸沿路那個路 他把那個山炸垮了以後 整個山攤下來 因為他單行道 把山攤炸垮了以後 把整個山路裡面以後掃射 日本人結果 為了那邊死傷慘重 最後還是沒有 獨擋在路江那邊 沒辦法再繼續前進 如果說他們過來的話 進來的話會攻到昆明 所以說整個把那個緬隊的部隊 全部阻擋在路江 不能讓他們進來 所以這個陳納德這個空軍 盡了非常大的一個功勞 一點費都不明顯 當然 請來說 儘管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